董主委 您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我們一直在 那你就應該究責啊 你這延到這個四年的時間 中央扣了多少人的稅金啊 這些人知道嗎 你有沒有行文告訴他們 你什麼時候要退稅給他們 崔伯伯伯不接受你這樣子的要求 因為我們崔伯伯盡責盡力 沒有不去爭取 不要你這種態度對崔伯伯講話 那我還要請教的就是退輔會 現在有民眾跟我澄情啊 退輔會在我們107年的 軍工教育年金的改革之後 他們的退輔基金 他們的退休金是免扣稅的 但是我們退輔會卻把他們扣稅了 這個當然有分級距 這個影響的人有一萬兩百多人 而且多扣走的稅金喔 我們有政府很會扣稅喔 把他們多扣走的稅金 將近兩三億的金額 所以院長我們有法令耶 台政部有個令 108年的6月12月都有發令說 退休金免扣所得稅 但是退輔會 明明知道 是公文看不懂還是怎樣 一萬多人耶 我們這些退休這個國軍的 他們的權益耶 退輔會都知道啊 可是他說電腦要升級啦 名單要開出來 財政部才可以退稅 我跟委員報告喔 就是說 退補會這一部分 目前是先課稅 先課了以後呢 那將來再這個退補 你們就是不承認錯誤啦 我們的108年的公文 你們調出來看 你們的link上面就寫啦 我們的年改的前後 全部退休金都是免扣稅的 東主委 您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知道這件事情 而且我們一直 那你就應該就責啊 你這延到這個四年的時間 多扣了多少人的稅金啊 這些人知道嗎 你有沒有行為告訴他們 你什麼時候要退稅給他們 退補會不接受你這樣子的要求 因為我們退補會盡責盡利 沒有不去爭取 不要你這種態度對退補會講話 我是為了國軍 退補的人員爭取權益 因為延到了 延到了四年的時間 我知道主委你很有誠張 今天會把事情告訴你 是希望你回去 請他們加快腳步 10月底以前 就把名冊照出來 讓財政部去退還他們的稅金 一收的這些稅金 保障他們的權益 不然明年馬上5月份了 5月份又要扣手得稅了 他們又會再扣手得稅 所以我請院長主委 今天是告訴你這件事情 已經知道了 跟人家一收了 趕快把它編制 名冊照出來 基本上它是時間點的問題 它是先課 先課稅以後 然後再去退稅 那這一部分 你們就不承認抽什麼先扣稅 法令公文財政部的解釋函 都有下出來 108年12月的 好委員 謝謝 你這樣關心我們很謝謝 然後相關的這些問題 如果是該退的 那就應該早早退人家 他們現在都知道要退了 就是說電腦要升級 找了一大堆藉口 電腦要升級 明冊照不出來 這個我 藉口都算出來兩億多耶 委員這個關心我覺得 該退人家早早退人家 否則 又有更多會一收的人 了解 然後該做早早做